实际上我在临床上呢 也发现过这样的例子 想知道过一个小伙子 小伙子呀 实际上没有什么其他原因 就是一个全身怎么样呢 没劲 而且伴有一种什么呢 胃胀 头脑呢也是比较昏沉 蛇脂也是比较淡 胎也是比较的白 而且脉呢 有点弱 有点如 你再看其他的人也挺好 实际上他就跟你叙述一个情况 这个小伙子从来不吃早餐 我们说啊 按照这个经脉跟这个十二尘配数的方法 你看这个早晨应该是什么时候 陈时吧 陈时是属于谁呀 陈时是处于胃经的 也就是说早晨七点到九点 这个是胃经所主时刻 而吃早餐呢 就有助于什么呀 胃经腐熟水谷 变成营养 营养不散到我们全身 胃经腐熟水谷 中的一 ant还是脚